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 首先很感動 家具界都很早起 免疫圈現在應該都還在睡 大家都身體健康 現在最重要 很喜歡逛家具買家具 沒想到終於有機會 參與這個家具的工藝活動 把三張板凳做的一些創作 今天很有意義 因為很少在八九點 看到黃子椒出現在舞台上 這個疫情爆發大概零遲 在這個疫情爆發之前 大概一天有三個行程 現在大概三天一個行程 今天忙完之後明天又放假 疫情這個事情 還是讓心情有一點點受到影響 但我們藝人 最重要的就是 還是把正能量散播給大家 不管是做工藝也好 或是在台上分享一些 開心歡樂的事情 那你從來有觀定辛龍嗎 我昨天有傳訊息給辛龍 那當然他是沒有回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現在他們應該更重要的事情 是尋求更多的醫療資源 或者是等待一個奇蹟 因為醫療的事情我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必須說 劉真在演藝圈是 有口戒備的好人員 是一個非常優質的藝人 希望老天能夠眷顧他 不管是要做心臟的移植或什麼 也希望所有有力人士 能夠給他一些照顧 很期待聽到好消息 靠近平 而是 如果風雷 很多人都唯一 都不想和衝靠 會抗 讓人看到